拉满安申报个人净资产总额为6350万令吉 却以黑箭头笼统带过明细表引发网民热议 沈规贤表示若是沙政盟在国会中足够强大 不但能够取回沙拉越的医药教育等自主权 甚至可能首相职位都能轮到沙拉越人来当 安华质问敦马哈迪是否有证据佐证其指 安华与阿莫杂西案中合作 妈咪大宝达食品公司创办人拿督风正宣于上周六早上试试 享受96岁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收看2022年11月7日的东方大马头条 我是素贞 Eco World Eden by the Park Residences度假式公寓 月供只需2070令吉起 西蒙双西毛诺候选人拉马南 申报个人净资产总额为6350万令吉 却以黑箭头笼统带过明细表 引发网民热议 根据公正党候选人网站 截至9月30日 拉马南的总资产预估为6350万令吉 并在申报财产声明后附上明细表 为多达五项的明细表中 所有详情都以黑箭头戴过 只显示总额 他并未透露投资的股票或项目 地产交通工具和首饰等详情 也并未提及这些资产是如何得来 或是何时购置 拉马南承诺 若他在第15届大选中胜出 他将分毫布取国会议员薪金 即使是只有一令吉 他表示希望把薪金全数用在当地的清真寺 祈祷室 新都庙和华人庙语 沙人联党中央主席 拿督斯里沈规贤表示 若是沙政盟在国会中足够强大 不但能够取回沙拉越的医药 教育等自主权 甚至可能首相职位 都能轮到沙拉越人来当 他指出 沙拉越在1963年 马来西亚协议中所赋予的地位和权利 是靠沙政盟部长争取回来 西盟执政期间对此事并不上心 他称 西马政党的候选人在沙拉越中选之后 将是以西马老板为主 不会捍卫沙拉越 西盟兼公政党主席 拿督斯里安华 质问前首相兼 祖国斗士党主席 敦马哈迪 是否有证据佐证其一指 安华与巫统主席 拿督斯里阿莫扎西 暗中合作 安华昨晚出席事不晚 在也博览会举行了 宾州西盟大型讲座会时 除了郑重否认马哈迪的指控 也强调绝对不会以首相之为条件 来换取让前首相 纳吉和阿莫扎西无罪 他说他很清楚知道 马哈迪非常不喜欢西盟 并指若在第15届全国大选后 成功担任首相 相信马哈迪会是第一个发烧的人 妈咪大宝达食品公司创办人 拿督冯正轩于上周六早上逝世 享受96岁 并将于明天举兵 其孙儿继妈咪大宝达 集团行政总裁Pierre Pong 在社媒发文 刊出冯正轩旧照 并写到传奇 幼稚 我们会怀念你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按赞留言 以及分享给你的好友 一起来关注国内时事 我们待会见 请不吝点赞留言